Licela Finn 成員金嘉蘭陷入校園霸凌爭議 雖然公司先前一直想裝沒事 但風波依然是越演越烈 在19日受害者律師出面證實後 20日所屬公司HYPE旗下的Source Music 通過官方粉絲會發表聲明 表示Licela Finn 決定不參加原本在今天預定的行程 包括下午3點的音樂銀行以及晚上8點的視訊簽售 向等待的粉絲們致歉也請有抽中音樂銀行事前錄製的粉絲們諒解 視訊前受則將另外安排時間進行會盡快通知 而公司會在研討結束後盡快表明對Licela Finn 成員相關疑惑的立場 聲明文一出讓許多人不滿 李嘉蘭一人拖累全團 全部成員陪他一個人逼風頭 真的是有夠倒楣希望他快點推團 而聲明文之中的決定不參加幾個字也讓網友相當不順眼 只會遇到爭議口氣還這麼大 公司再這樣把好感消耗帶盡真的是不行啊